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开始讲之前咱们先说明一下 就是在YouTube上发的视频的账号 就是这个号 王炳森说注意是唯一的一个号 其他的号其实并不是 我本人在发的 比如说已经前面在发布的 丙分规讲堂 实际上是其他人 从我的这些国内的一些视频号上 来转发过来的 这个问题我也会直接去解决 另外呢就是再说一下 就是因为在国内去发一些视频 去讲一些周一的东西 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讲的 是受限制的 甚至会封号 我之前有好几个号都被封过 但是在YouTube上呢 因为环境稍微宽松一点 因此我发的这些视频呢 不光是这个之前的一些视频要搬运过来 更多的可能是我会专门针对 YouTube上的一些观众比较感兴趣的 去讲一些东西 另外大家有什么关心的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呢比如说你比较关心什么 希望我来讲 我也会制作相关的视频来讲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客户 他说建议我去讲讲这个台海局势 就是大陆会不会去武统台湾 这个呢当时就是给你当时他问的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3月24号前几天我就起了这么一个七门的一个局 来看一下 那么在七门钝甲里面 这个局怎么起的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就开始直接来解决行了 一般的在这个七门局当中 如果是策战争的话 肯定是由进攻方和防守方 那么进攻方我们就是代表大陆是吧 那么七门钝甲那个甲是藏起来的 他最害怕的就是耿金 耿就是代表进攻方 所以说耿呢就是代表大陆为进攻方 天干的这个耿正好是处在离攻的位置 离攻的位置呢 然后他的这个格局就是耿加物 耿加物实际上就要天以复工 天以复工实际上是不利谋求的 就是你想干什么事情 实际上不太有利的 而且耿在离攻呢 他是处于一个沐浴败地 他在这个训攻是长生是吧 掌生在这个地方就是沐浴败地 而且现在是渡门 渡门就是把门给关上了 门给关上了 那么开门才会出门打仗嘛 是吧 你关上了 那就代表他是一个暗兵不动之相 另外呢就代表破阵 破阵就要用紧门 咱们沐浴败在战争当中 看破阵的话 那就是用紧门 而且呢 这里面有白虎是吧 有白虎就是代表刑伤的 这个九星呢 也是天柱星 天柱星也是破军星嘛 都是代表打仗的信息 所以说这个昆弓代表打仗的信息是最明显的 那么他的格局呢是丙家梗 丙家梗实际上叫淫入太白 淫入太白实际上不太好 但是策战争 他是有力的 对不对什么 敌人不会来 为什么呢 因为梗是在下面 梗是代表进攻方 他想出来被这个饼给克制住了 被这个梗给死死的克制住了 所以说他就出不来这个兵 所以说呢 也是代表大陆不会去进攻 那么防守方 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台湾这边 防守方就是中公为防守方 中公就是天秦星 天秦星 他是杨顿嘛 杨顿是记载在这边的 他是跟着转 现在是在砍宫 在砍宫呢 他跟离宫正好是一个对冲的位置 就水火相冲 这边目前的局势是比较紧张的 前所未有的紧张 他的格局呢是这个乙家井 乙家井呢为日期入木 背土暗昧 就是很不好啊 很不好 但是他如果有开门就好了 开门就是日期入木了 有开门 他就有一个出口 所以说 而且这里正好有个开门 所以说真的就是雪中送炭 所以说建开门之后 就是为地盾及格 就是能够化解这个危机 叫黑云压城 城雨催 但是最后这是有生机的 一线生机 另外这个坎宫他这个开门 他的暗杆就是这个顶嘛 这个顶是暗杆 如果把这个顶放在这里 那么以家顶为旗宜相左 旗宜相左 那么这个顶可以代表一个一股骑兵 可以代表第三方势力 如果蹭男女的话 顶是代表第三者 但是他战争的话 是代表第三方的势力 像我们可以认为是他的那些盟友嘛 那么天秦兴落坎宫 坎为水是吧 他是克耿津落的离宫了 所以从宫位上来克 他是战略优势的 所以说也是代表 大陆应该是不会进宫的 这是目前的形势来说 不支持的进宫 另外我们看到离宫的 这个八神他是六合的 六合就代表想谈判吧 想谈判 但是现在他是渡门 渡门就代表门是关上的 他还没有启动 没有这个时间点 但是台湾这一方呢 是在这边 他是开门 开门迎客嘛 他随时准备去谈判的 随时准备谈判 但是呢 他的这个是零九天的 九天就代表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好高无远 说的好一点可能就是高瞻远瞩啊等等 就是说呃台湾这边他现在希望和谈啊 但是呢随时可以和谈 但他开的条件比较高啊 大陆呢是内心之中是也有想和谈的这个迹象 目前也不想攻打啊不想武统 但是呢他现在是零渡门啊零渡门就是他现在也不想去打仗啊 也不想去和谈啊就是实际的他还是不不是很有利的啊 他要拖延一段时间啊 因为这是对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啊 另外呢下一节课的话 我们也想我会从这个六窑的角度 当时也起了一个六窑挂 也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战争会不会打起来 好了这节课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直接留言 谢谢大家